哈喽大家好,我是Cameron 最近一直没有更新啊 就是因为自己身体不是特别舒服,嗓了疼 然后呢,一直没大有动力来更新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吴国行医阵 首先呢,对于这个队我是要给一个总体评价的 这个队呢,非常的豪华 然后呢,孙权的红度,鲁素的红度,SG周瑜的红度都非常重要 所以呢,这个队是非常豪华的 然后用的技能呢,同样也是非常的豪华的 当风,兵武,然后呢,兵种宝物,赞比奇风,元护甲,草神纪剑 这些都是缺一不可的 然后,所以这个队呢,对于绝大多数玩家来说呢 也就是看个热闹 今天呢,我会展示很多战报 然后大家就是看看就好 要不要试呢,还是大家自己看着办 对吧,如果是想试一试,那就试着玩一玩 但是肯定不要,就是赛季初期直接出这个队啊 这样出还是比较傻的 这个队应该是在兵营比较低的时候是肯定是很弱的 先说一下这个结论啊 结论是这样子的 我们在几个赛季之前 玩陆逊肉弓的时候 觉得陆逊肉弓感觉有点乏力了 那个时候呢,出现无枪 那么无枪就是革命性的 那么等到大家对无枪趋制若鹜 大家都在玩无枪的时候 这个草船孙权 还有设计工 他就是非常有革命性的 就是革命性的加强 那么还有一些队伍比如说天王宫 这个队伍就在我眼里就算不上一个特别革命性的队伍 就是实际上它是一种减伤啊 豪华战法的一种堆砌 包括有一个队伍就是孙权陆逊鲁肃 我觉得好像这种对研究队伍比较执着的人都试过这个队 然后在不同的赛季套上不同的战法都去试这个队 很多人都去试这个队 这个队整体的一个感觉就是永远差强人意 然后永远就是95分这个水平 然后就永远走不上历史舞台的正中央 这就是之前这个孙权陆逊鲁肃这个队 那么这个孙权行医阵同样给我的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没有革命性 对吧 就是说我们先有了无枪 再有了草权孙权设计工 这都是革命性的队伍 都是划时代的 那么现在出了这个行医阵 就是组织玩的 大概就是这么个结论 大家先理解好 首先大家可以看热闹 第二呢大家想尝试也要不要把这个队 寄予太多的希望 这个队不是革命性质的 好吧 大概就是这样一样子 然后呢具体讲这个孙权行医阵 这个队伍呢有两种形式 一种呢是孙权带的是当风兵舞 周瑜带草船汉天赤地 鲁肃带行医阵 赞比其风 然后带的是元护甲和艾斯宝物 另外一种呢 是孙权带的是当风 加上草船接舰 然后SV周瑜带的是燕竹风飞 加上兵无常事 鲁肃带的是赞比其风 加行医阵 这两个队的评分呢 实际上是差不太多了 好像这种孙权在草船这种分要高一点 但是好像也不近人 这个测的105.5这个分啊 是很早之前测的 然后好像最近更新了一次 然后这个104的这队的分是最近测的 所以评价标准有点不一样 好像就是行医阵的分相关的队伍都稍微减了一点吧 所以大家也就看看就好 所以这个队大概就是100到105这个水平 OK那么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队的机制 两个队的机制基本上来说都是比较相似的 这个孙权行医阵有一个超级超级大的好处 是其他任何队都敢超不了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行医阵的60点属性 它是可以多次利用的 这个队是这个是其他任何的队都实现不了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最开始行医阵给了鲁肃60点 在之后这个鲁肃又要 机评号师又要给骨血给到 不管是孙权还是还是SB周瑜 基本上这个还要再给多给30% 多给30点吧 基本上再给到这两个人 所以这个收益是比其他任何队都大的 然后基本上鲁肃给骨血的时候能给200智力 那么这个200智力基本上就是孙权的智力就是乘2了 或者是SB周瑜的智力已经到了600多了 680了好像是 反正就是非常非常吓人的一个数值 那么这个队的第二点好处是什么呢 第二点好处就是它的整体的一个防御机制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必须要类比这个司马顿 司马行医阵的一个减伤体系来说 我们说这个司马的防御体系 它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个司马顿的曹操呢 是乱世间熊给自己30%左右的这么一个减伤 然后呢藤甲给40%左右的减伤 45吧 这每个人的甲点不一样 红度不一样 大概这样的样子 然后呢行医阵给的是30%20%这个样子 所以它的这个减伤呢 是比较足够的 就算这个行医阵的减伤完全不考虑 他曹操这么一个专门的承伤位 他的减伤也是非常的足够的 但是司马顿 司马行医阵有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劣势 是什么呢 就是他对这个蛮宠的保护是不够的 就是他完完全全都是靠这个滕甲兵的45%的这个减伤来 维持他整个八回合的一个血量 这个实际来说是非常不够的 尤其是因为这个刮骨疗毒和他那个正恶防具都很有可能给不到满宠自己的这个身上 所以说呢 这就是我对司马行医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评价 然后对于孙权的行医阵呢 它是这个样子的 它的行医阵减伤的部分呢 是给的是孙权和SB周瑜 给的这俩人呢 是三十二十十 这个OK对吧 但是呢 这两个人都不是主要的承伤位 你要是让一个主要的承伤位 它的减伤的部分是三十二十十 那这个队肯定就是暴毙级别的了 对吧 所以它就不是 它是靠鲁素来吃这个赞比其风 那么行医阵给了它60点属性 然后这个SB周瑜它的加点其实不需要调太多 尤其这个鲁素它有宝物之后 基本上来说是不太需要牺牲别人的属性的 所以鲁素是吃这个赞比其风的减伤 赞比的减伤 减伤加上它这个兵数的减伤能减到80%左右 然后呢 它来带上援护甲 那么这就是孙权行医阵的它的这么一个特点 也就是说它的整体的一个减伤机制 是比司马顿还要合理的 它因为它也多带了一个减伤技能 有一个赞比其风来护住鲁素 那么这一点来说是跟草川孙权是比较像的 所以这就是这个孙权行医阵的特点 那么这就是它的机理 然后整个的防御机制说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来说输出机制 说输出机制呢 就不得不提这个鲁素给属性的这个问题 在绝大多数我看到的战报里边呢 基本上来说 我可以说60% 70%以上的 它是把属性给到了SP周瑜的 所以呢 这个问题也是非常的棘手的 假如说是给到孙权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非常理想的 那么 针对这个问题 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 小办法 带一个灵动宝物 灵动宝物是 好像是每个赛季都可以兑换一个 就是第一回合形成一次抵御嘛 好像有这么一个 有一个这么一个小宝物 大家看看自己的背包里边 有没有这个东西 假如说有灵动宝物 那么可能给到孙权的 整体来说 几率会稍微再增加一部分 但是呢 还是很不稳定的 这个给属性 那么应允而生的 就是两种不同的输出机制 一种就是孙权 当风兵武 他带两个输出出 然后呢 终于带一个输出 带的是汉田赤地 那么这个地方就非常有争议了 为什么要带汉田赤地呢 首先就是这个工兵队 他是要去打藤甲的 第二 这个队假如说 他去带上这个 比如说燕竹风飞 这样的一个技能的话 那么他整体来说 他是输出不够的 基本上来说 我们需要预测 这个队伍的输出的量 总共的输出量 大概孙权 要输出两万左右 SP周瑜 他的自带技能 包括汉田赤地 要打一万左右 那么我们不可能期待一个 这种严实类战法 每场比赛都可以特别稳定的输出两次三次 对吧 那么这个队很好的一个机理就是 他的增伤是特别特别足的 基本上可以说 只要SP周瑜打出一次汉田赤地 那么这个队就很理想了 因为他的增伤是真的特别特别的足 另一种组队方案呢 就是我们承认SP周瑜 更有可能吃到这个鲁苏的属性 那么我们就直接让周瑜带上两个输出技能 兵无常识 加上燕竹风飞 当然这个地方 燕竹风飞也可以换成汉田赤地 OK 这个是OK的 那么孙权呢 他就是带一个输出位 一个当风 那么这个样子也是OK的 那么这就是 这个孙权行一阵的整体的一个 组队的一个机理 然后这个队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输出总量的一个问题 输出总量就是感觉 少一个战法格子的感觉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感觉 SP周瑜自带的那个技能 是个增伤技能 行一阵呢 又是一个增伤技能 当一个队有九个格子 其中的两个格子 是增伤力的这种技能的话 它就是不容易形成 特别稳定的一个输出体系 它就是感觉输出总量不够 或者是我们需要把它这个输出量 有一部分的希望寄托在 像汉田赤地这样的技能上面 就相当于阻发动率了 所以呢这个队看起来呢 也并不是那么合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战报 战报呢实际上也总结不多 大家也就是看看 欣赏一下 然后呢我分成两类 一种呢是孙权带孙权带草承机舰啊 另一种是由这个鲁肃或者是周瑜带草承机舰的 这就是草承机舰不管是鲁肃带还是周瑜带效果是基本上一样的 那么这就是一张孙权带草承机舰的这么一张图 大概就是这场打的比较好 应该是对面的这个旁途没怎么发挥 那么这个队呢就直接秒杀了鼠工 当然了这种情况会出现多少概率这么出现呢 谁也不知道 另一个呢就是这个孙权行一阵去打这个桃园 然后这一队还是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这样发挥是挺不错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另一种 另一种呢就是这个鲁肃带的是草承接舰这个技能 然后这一队是这个样子的 OK打一个中高红的一个桃园 打的是挺不错的 汉田师弟发挥两次 打了一万一 然后打一个设计攻 这一场是抱了周瑜的头 发挥的是挺不错的 应该是江天常彦发挥的很好 然后是打一个司马顿 滕甲兵 这个没得说了 一次汉田师弟打了一万五 打一次鼠工 这场就是比较艰难了 这也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嘛 就是碰到一个高支队 他的汉田师弟就是两次打了七千六 这个样子 但是这一次比较暴走的就是这个孙权 孙权的兵攻场是打了一万输出四千五的一个回血 这个是非常理想的 然后打了一个五峰阵的群盾 这个应该也是一个腾甲兵吧 所以效果是很不错的 打了一个桃园 打了个三世甲许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种组队 那么这种就是不带汉田师弟的 去带了燕如风飞 那么这样来说大家看到了这个效果就是不那么好 这是打射击攻 这场是打的比较出色 然后这场打群攻也是赢下来了 这场打的是无枪 这个的感觉就触发了我内心当中某一种特定的记忆 我好像之前组那种孙权 陆逊 加上鲁肃的那种队就经常出现这种战暴 反正就是打无枪 两个人谁都打不死 谁都给对面刮刷的样子 这就是这个队的这么一个特点 所以说呢 也就是放弃了燕如风飞这个技能 OK 那么在最后呢 就给大家展示一个 我关于这个队理解最深刻的一个部分 然后呢 也可以说是这个孙权星一阵的一个名场面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队在打一个无枪队啊 然后呢 这个前八个回合 打了七个回合的时候 对面的陆逊无枪没有任何的掉血 他的陆逊是满血状态 那么在第八回合的时候 孙权打出普攻 且这个这次普攻是有破阵的 普攻打了一千五 当风吹绝打了四千五 然后又打了兵无常 是打一出了伤害了 打了两千二百八 然后这一下就是一刀 第八回合的一刀 把对面的这个陆逊给砍死了 这个太牛逼了 对吧 这就是这个队的一个特点 这个队就是 他就是输出量不够 他就得散 最后这么一下大招 他的大招可能是当风吹绝 可能是兵无常事 可能是汉天之地 都有可能 他就是在第七八回合的时候 这么给你来这一下 一般人一般的队就是受不了这一下 就是太明显了 这个队前几个回合的伤害量 就是非常非常的低 甚至到了第五回合 第六回合 都有可能 给对面造成不了 特别实质性的一个伤害 但是 就是有这么一个瞬间 他就是可以让 你的这个当风吹绝 一下打死对面 你的这个兵无常事 或者是汉天之地 都是个有可能的 就是一下子就把对面给打死 这就是说 这个队伍可能真的不 不仅仅需要八个回合 假如说这个游戏的机制是 一场比赛打十个回合 那么 孙权行一阵 真的是强的 要死要死 但是这就是现实 对吧 现实就是 这个游戏就只打八回合 那么 能不能等到 他爆发的那个瞬间 也是两说的 然后这个队 你不可能 就仅仅让这个队去打这种慢速的队 这个队还要去打一些 速攻流的队 像无奇啊 虎尘这种队 好像这个队都是挺怕的 虽然说 他有这个 鲁肃带的 赞臂加上远护的这个机制在那里 但是实际上来说 对他的血线 也是一种重创 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 带两个增伤技能 实际上来说 对于这个整体的游戏机制来说 他就是不合理的 还有一种一个例子嘛 就是 这个 国之洞梁队 我之前试过这么一个队 那个队也是表现特别差 就是 五风阵的增伤 加上 SV周瑜的增伤 两股增伤 让这个队 显得增伤特别够 但是实际上来说呢 他这个队的发挥就是不理想的 也就是说 不管什么样的一个体质 增伤 最好别带两个 然后呢 像我们之前玩的那些队 比如说双浅无枪呀 双浅肉弓啊 带两个减伤技能 或者是说 射击弓啊 这种队是带两个回血 这个也都还算是勉强可以接受的吧 但是像这个带两个增伤技能来说 九个战法格子里边有两个是增伤 应该来说 这种组队思路就是 在以后要果断抛弃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就 不得不提一下 这个司马行一阵的一个优越性 对吧 就是因为司马顿 他是在第四个回合有识别三日的 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有这么一个技能能够在第四个回合来压血线 像这个孙权的行一阵这个东西 他就是没法压血线 也就是说 虽然说他有这个暂闭家园或者体系 他防这个虎尘的前两个回合 防的是挺好的 但是因为他在第三回合第四回合 没有一个这样压血线的一个技能 也就是说会让不管是吴奇还是虎尘能 让他持续性的发挥 这点来说 就是也是同样也是这个队伍构成的一个败笔吧 就是说整体的防御机制覆盖不了那么全面 同时他的输出的 他的节奏是太靠后了 那么这就是这个队目前展现出来了他的问题 也就是他的这个特点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就是我对吴国行一阵的一个讲解 谢谢大家的观看